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林華爾,贏者 講究之前,其實動畫業界都普通了一件事,究竟1.5季番的可能性 什麼是1.5季番? 即是做季伴,大家都知道現在有些動畫是一季,即是它夠一季,但一季又好像太過拖 不是太多,一季好像太少,但它又不能拖到兩季 拖到兩季就會見到很多奇奇怪的,又要游幾乘水 有一些原創回,沒有關係,總共集編三次那些 但當然其實是對那個時間表很有影響,你會影響到一些 其實今季已經有些有影響,只剩下10集,少了兩集 所以其實是有些問題的,對每季的交替,對我們錄音都很麻煩 不要緊,它短一點就好看一點,不是嗎? 看看怎樣,看看哪些,好,那我們先講1號,兩季完結了 好了,銀河機攻隊,莊嚴王子 什麼叫莊嚴王子? 他副題是莊嚴王子 不要問我為什麼,我還以為是異狼聲 其實這套,某程度上來講,它是有AGE級數的低能 你這樣講的話,我一定不看這套 你先講,我先講 當然首先,我們季頭都講過,其實戰鬥場面其實不差 在很多地方,但其實大家如果數一數,它出擊畫面,幾乎每次出擊都用一次兼用卡 其實它那裡,我大約算過,它應該消耗了大半集的雜數,就是播這些畫面 你明白,我看過這套,其實錢不是特別多,當然不是特別少,它當然很會省錢 它真的將資金流放在一些很重要的場面上做,因為平時,尤其是平城樓的畫面,很容易騙錢 其實它是做得到的 不,但好像說One Piece都是這樣播的,經常播一些舊畫面上下站 所以機械人播重複畫面的出擊畫面是合理的 但是,其實小的戰士播變身是很合理的 因為它兩句話,它的密度被人看出來就很密 你不是不知道,它經常都好像,我應該這樣說,逐步逐步說 這套東西,概括的故事說什麼呢?我可以用兩句話去解釋整個故事 答外星人,答外星人,答外星人 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去找一些優秀的基因 這些基因其實是他們在幾年前發放出來,去宇宙各地區 讓他們自己各自成長 基因可以這樣發出來 然後,故事就是,到這些種族開始成熟了 他們就去收割這些… 他們就去… 他們就去… 他稱為獸獵的遊戲 即是光源視 然後,接著呢 就… 他就是為了… 看看這裡有哪些出色的基因 他們就收割回來,給自己去用 這個我就稱為一個拆除素材的行為 即是你那些龍之緊身衣,那些微視率的工場 有個外星種族,文明高到爆發射程 封頂的了,升不到的了 但問題是這樣,會滅亡的很多人 就是這樣,升到封頂,沒有進步 他還要滅亡 他不要滅亡的話,就是找出路 這個出路就是把自己的基因發出去 讓自己的基因進化 進化後,再收割 即是像薛先生所說 收割回來,看看自己有沒有一個地方再進化 用這個保持自己的種族,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那固然,為何有一個合理的 這個C for mutation,我覺得OK 很多人都是這樣用的,這個人是第一個 那固然,這個種族 我為何會說他有AGE的級數呢 固然就是當他們發現了地球這個種族 他們覺得是時候開始狩獵這個時間之後 跟著他們就開始進攻這個地球 固然,作為外星人 大家都知道外星人其實是一個很善良的種族 他們對人類是非常友善的對待 每一次都是打到差不多,就直接撤退 那我稱為這個行為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等於魔亨裡面過了五十分鐘 過了狩獵的時間,mission fail他們就要撤退了 我有個解釋 AGE級數呢,AGE是要攻入地球 他們退出是一件老殘位 但這裡他們叫狩獵 有沒有聽過皇家的狩獵 以前皇帝出城狩獵 他們不是要滅族嗎 我狩獵完之後有空回家睡覺 打一隻老虎,打夠了,回家睡覺 那些不是狩獵 他有沒有圍獵那種氣勢 以及機體的數量 沒有,其實他有 應該說他們每次撤退的特徵是甚麼呢 每次撤退都是突然之間有一些 某部份的機體 即是我們裡面就是主角機體 突然之間大發神威著一陣子 他們就縮沙 但是不知道甚麼原因 其實是大好形勢 基本上就算主角機體都是深陷險 其實是在輸的 突然之間他們說 好,我撤退 這個等於是甚麼呢 等於很猶如AGU級數裡面 就是我要給一個選擇你們 即是如果我打你 然後我撤退 我是不是好人事呢 你是不是不應該生氣我呢 不是,剛才你也知道 他們目標不是滅族 他們要拿基因 你殺殺人 沒有基因拿了 對不對 重要在於就是 他要拿基因 但是他明知道 尤其是去到中後期 他明知道那班人就是優秀他們的目標所在 那你就打 你見誰打 你要明白就是 他們的目標不是抓他們 也就是他們的目標就是授獵 你要明白就是 他們這個所謂的帝國 他們最終的目標 是為了採集他們的基因 但是你弄爆了那部基因 連人一起死亡的人 你的基因要怎樣採集呢 我不知道 那些血 你明白戰鬥時有數記錄的嗎 你被愛心是科技的感覺嗎 大哥 很明顯不是 我不知道 如果是的話 他就不需要 去特地在一場 學員 學員防衛戰那裏 不是啊 我覺得兩體 你打倒了那個國家 他的醫療紀錄 一定有血褲任何的 一定有記錄的 你不一定 你怎樣可以抓一個人呢 你抓一個人 你抓一個人 我才是血 你是不是知道那個人的血 現在那個問題就是 這個所謂的獸女 他們的目標就是 去找一些優秀基因 OK了 那你的血一定有基因 你不要打算找到一些優秀 你找到一些優秀基因之後 然後你就要去找那個人 你就要去捉那個人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 我可以當它知道主角 就是這個優秀基因來的,但是,他們根本上那幫人是想對他嘛, 他那個狩獵行為大於那個所謂的採取基因。 不是,你不會有人說,你以為採取基因就是捉一個人,好像外星人, 駱威爾,捉一個人回去玩笑射,應該不是這樣的,你見到。 No,你要看回學員工房戰那一集, 學員工房戰那一集,他講的東西就是, 他們要去學員裏面,去捉那裏的學生, 他們是很明顯講過這個問題的,所以才會有這個結論, 如果他沒有這個的話,有馬和艾艷所講的東西,有機會成立。 OK,這個阿湯,我覺得, 因為他實際上沒有做過。 但我有一個問題,如果你是學員,你也懂得講, 那學生應該只有一個左倫, 他在機械人裏面,你不搞他,他會打你。 那學生其實是在逃難的,他們沒有機械人殺的,你知道嗎? 這個問題是,你要活捉一個沒有武器的人, 還有一個池蟹的漢肥,很多時候你都要打傷他,或者什麼先的,很合理。 但是他們不是打傷他們的。 我明白,我想說,其實這套東西, 他對於他外星人的怎樣捉基因這個過程, 他不可以怎樣解釋過, 例如二王子對著日立他們那邊, 可能真的不停地打,不停地拼他本來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戰鬥來拿基因, 但是不知道, 之後可能中段又會打學員戰, 要去捉人家, 即是他們怎樣拿基因, 這套話他沒有實力做過, 我們不知道是靠猜的。 我只是問一件事, 他有沒有成功拿基因? 沒有, 沒有, 那你要做什麼? 這套東西就是, 其實呢, 要逐步做過, 那首先, 逐步逐步, 當然, 你說這套東西, 為什麼我會一直說AG的級數, 就是因為他們, 無論地球方, 和另一個方, 他們的所謂的戰術, 都是各有出色的老殘的地方。 不是, 你也明白, 地球方其實很傳統的, 典型的我們地球軍的優勢, 就是大炮巨男主義, 有什麼問題, 一枝拍射, 就搞定了, 大炮巨男主義, 由開頭, 到阿蘇, 即是主角殘念小隊, 出場的時候, 知道就是說, 他們能夠對抗這個大國軍, 司令部第一個, 他們第一部反而是, 嘩, 可以啊, 就派這五個人他, 我們不用打的, 他們五個人都可以打的, 然後, 跟著, 阿天音那個上司, 開頭就, 嘩, 這傢伙, 若然如果, 我覺得數機械人的指揮官裏面, 歷史裏面裏面, 他不排第一都排第二, 告訴你, 你看, 嘩, 我看了這個出來, 就說, 難怪你打到輸了, 有一個人, 肯定, 這傢伙精彩的地方在於什麼, 這傢伙精彩的地方, 第一戰術, 他第一次戰術就是, 見到明知不夠打, 他說, 打, 他們看來就是要打的, 打不贏都要繼續打, 最多死而已, 又不是我, 指其一, 指其二就是, 這傢伙, 其中一個攻防戰裏面, 搞這個, Live 的直播, 就是, 在司令部, 和這個Live 裏面, 就是說, 公佈自己的英國戰術是什麼, 若然外星人能夠可以看到你的攝影機, 告訴你, 你大禍, 肯定看到, 告訴你, 然後第三次, 更厲害, 因為, 在這個戰術那裏, 已經掛一名, 三十分鐘之後, 才再次開始作戰行動, 如果差了八十年, 說, 射吧, 為什麼不射啊, 快射啊, 然後, 到其他部, 都說, 為什麼射了主校, 我們還未準備好, 然後, 司令部說, 為什麼, 快點出擊, 不用做啊, 這是一個笑點, 前期的最大笑點, 前期來講, 為什麼地球軍會深入選舉, 就是, 多得這位這樣的人, 我也說了, 難怪你們場地打輸, 有些人品在這裡, 大哥, 不輸都好奇, 真是, 贏了真是神利, 他們是技術出乎其類, 每一集都給你驚喜, 看他們怎樣老殘, 因為, 外星人太過友善的關係, 他們一過了五十分鐘, 他們就撤退, 過了首列時間就結束, 每次打到大, 三分鐘, 每次打到大, 他們每次打到大好形勢的時候, 就撤退, 接著, 下次,下次我再來,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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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道點說, 最初, 他寫了一個外星話, 不知道什麼, 我懷疑他可能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做, 之後, 好像石油王山日本話, 他都沒有怎樣解釋過, 這個失望的地方, 然後, 到中段, 中段裏面, 然後, 搞笑, 回到帝國裏面, 就說, 嗯, 我找到一個優秀的基因, 但我不跟你說, 這個人, 只是想玩單賊, 他就不想說, 喂, 素材就是我拿了, 告訴你, 我就不分素材給你們, 我一個人單賊, 不是啊, 話說, 你選擇是外星人, 他們不是人類, 他們的文化, 你管不了的, 不是啊, 這個人, 這個人, 其實他一直在故事裏面, 是表現不到這個種族, 他一個共通特質, 他們除了說, 我要狩獵, 我要狩獵, 之外, 沒有其他東西好說的, 他們只是覺得, 摩坑是大個一切的, 不是, 這個最大的共通點問, 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有個問題想問, 你不是單打你母朋友周記那些讀者, 喂, 喂, 我明確想說的, 因為這套東西,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人物描述其實不是特別好, 尤其是外星人, 他們出場很多都是出來送死的, 他們個性的名字, 你不太知道他們做甚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大的遺憾, 就是, 那固然, 你說, 戰術級別裏面, 其實, 在故事裏面, 固然你說, Webby小隊裏面, 整, 他們其實呢, 是擺了, 其實呢, 我覺得是, 在學員篇, 有些情節, 其實是不需要怎樣去講, 因為其實呢, 本身我們期望, 其實是, 學員篇可能隱藏了, 某一些的, 他們基因的一些秘密, 那些東西, 可能以為是學員講的, 但是, 學員其實, 我覺得是花了時間, 花了時間下去, 但是沒有做出一個理想的效果, 因為, 甚至是, 他們不在學員裏面, 其實, 都不會對故事有什麼大影響, 也都不是對他們的心理有什麼太大的衝擊, 不是,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 NJP機關, 故事有提過的, 原本是普通學校, 因為戰鬥, 所以變成了一個軍事學校, 那些學生, 其實他們是洗腦, 以後做的, 我當是捉兒子, 棄字, 其實我是不明白, 首先, 第一, 為什麼要洗腦呢? 最初是在學校裏面會解釋的, 但是, 沒有解釋這件事情, 整件事有沒有說過? 他洗白, 令到所有的人, 所有的主角, 五位主角, 都沒有這個故事背景, 但是, 他們呢, 在性格上, 他們都說, 其實我不是很難, 我究竟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我最緊要就是活在當下, 其實我覺得, 他應該想做一些黑的劇情, 例如, 司令他們背後, 軍方, 尤其你看到, 聯合作戰, 整班地球人, 各自為政, 他們討論, 不是討論作戰, 是討論, 他贏了之後, 是怎樣分配權力, 其實故事有些黑的, 但是, 他沒有做下去, 這個是浪費了, 如果他做得黑一點, 即是說, 這幾關都不是特別好事, 可能會說, 但他沒有這樣做, 這是可惜的, 其實, 我覺得他的故事, 原本已經是打算這樣, 因為, 本身你說, 在那個基因, 其實, 這個故事裡面, 簡單來說, 我不是說, 他的戰鬥做得不好, 他OK的, 看得都, 想心悅目的, 但其實, 基本上, 他是一個伏筆, 他都沒有解決過, 因為, 究竟, 我舉了所有的例子, 什麼叫狩獵, 怎樣採取基因, 什麼叫朱利亞斯斯特, 為什麼他們主角會沒有記憶, 究竟, 為什麼阿蘇斯特會有另一個人格出現, 這些事情, 一個都沒有解釋過, 阿蘇斯特其實有多餘, 不知道他做什麼, 其實, 他沒有出場, 後半部說, 軍方的黑暗變, 我覺得會好些, 他出來的, 劇情上, 沒有去偽插, 算了, 軍方那邊全部都是老殘, 我們不說, 他們不是老殘, 他們在聊天, 那些事情, 怎樣分配權力, 分配版圖已經是, 他們在這個戰術上的老殘, 我出去說是, 但其實, 我好像說, 開頭看到, 好像有很多零誓不同的, 阿天陰, 好像說到他說, 其實他都很有這個, 戰術的智慧, 但奈何地, 在他上任, 連升兩級升為上校之後, 之後他們的表現, 一貫AG的作風就是, Rabbit小隊, 你就向前打, 總之你們打完之後, 開條路之後, 我們就直接衝過去, 三次的戰術都是這樣, 不過, 大家會男主義, 一堆頭的男主義, 一堆頭的男主義, 一堆頭都沒有開過, 有啊, 主派去最後, 大佬, 胡胡子炮開, 沒事的, 開不到嗎? 等下一堆插船再開過, 他們的戰術就是, 沒有Rabbit小隊, 他們是不會打的, 基本上是, 正常, 全軍隊都打了Rabbit小隊, 靠開了,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就是, 在, 無論最後大戰, 和之前那場戰役裏面, Rabbit小隊是要對付90%的人, 而後面那些主砲呢, 是對付10%的敵人, 有沒有看一連戰傷呢? 金燈搞前面的, 他搞的前面, 金燈搞前方, 是倒下前方的戰線, 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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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局可以僵持, 不會有人突破到戰線, 但是Rabbit小隊他們是要去, 衝入敵人的陣地裏面, 90%的敵人對付他們, 而另外那10%的敵人呢, 不好意思, 即使地球區裡面, 所謂的巨嵐, 大炮主義也好, 好歸四多兵力, 這樣, 但是呢, 他們連10%都搞不定, 我看這段時間, 很留意一些竹仔, 但我在想, 其實, 沒什麼留意他們在哪裡, 因為他們好像沒什麼出過場, 但是, 最後大戰, 都叫出過來威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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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 除了威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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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 去講外星人是一個比凝駕於地球人的科技,這裏都不弱,當然我們在這裏就像AGE類似一樣,敵人射中都會沒事,除了主角機射之外,其他人是死的。 因為他們說明主角機那班是拿外星人繼續製造的,然後跟著,這班外星人其實他們有一個最好的捉基因的方法,有馬記不記得他們有一個很強大的隱形功能, 隱形到他身邊都不知道,那為何不用這個隱形功能去捉人呢?我一直都不理解這個問題。 可以打這麼久都沒有去過地球,即是沒有去過地球,即是用這個隱形功能,我要找回王女出來, 我說真的,你這班的狩獵老殘是不是有些問題呢? 只有一個這麼強大的,即是他也沒有說過這個… 人家享受守戀的過程,明白嗎?即是享受拿著把刀上前練打,而不是偷的魔鬼族人,你明白嗎? 你享受到這個感情嗎? 我知道外星人很善良,外星人很正直的,我拋露到自己的。 他們沒有用的陰箱在整套裡面,知道嗎? 他們明知道荷蘭的地球,他們不會出什麼謀宿,說王女的地球啊,你的內奸,總共造怪,他們沒有這樣做。 光明就這樣打他們。 他們光明正大的地方做於什麼呢?他們的戰術一失敗之後,他們會立即撐退。 OK,這次你贏。 是的,多好,多好啊,外星人真是。 你沒辦法插這個東西,他們的種種很和平,知道嗎? 當然,你故然我覺得有馬所講的,他表現一些黑的東西,其實我覺得都需要。 因為其實我覺得西蒙司令其實是一個很賤格的人。 一定也是,但這個世界上黑超的夢見面也不算好人。 還有就是,西蒙先生呢,一開始是一個懶神秘的人,當然知道那些懶神秘的人, 懶以為自己很高的智慧,其實這傢伙都是一個老殘。 他老殘的地方做於什麼呢? 他要長距離偵測敵方的Gage究竟在哪裏 他就派了Dobius那裏說你們去送死吧 不是,他說明白的 高難度的任務 而這個任務最底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他們就說你們要去秘密偵測 不要被敵人發現 但是這個任務一去到之後就被敵人發現 這個問題不是問題 他的重點就是你們今次的目標就是 你們要去秘密偵測對方的Gage究竟在哪裏 其實稍微有些智慧的人 你想一件事都知道就是 當我知道如果你發現了我的機器的話 我一定會嚴密報防的 所以這個任務是一個隱密的行動 然後跟著Dobius那班人答應了去之後 其實他們執行這個西蒙司令的策略就是什麼呢 衝去別人的機器裏面 然後等敵人全部發現 就是他們就發現了那個機器 然後機器他們就走路 那聲不聲令的策略究竟是做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首先派出一部機 Wibus機又不是什麼特別正 一個平均機 就叫做沒有任何隱形裝置 沒有遠距離監察裝置 應該你去到很遠之後 看一看看的 如果他真的要做這個東西 你也都預料是被人發現的話 可以派出無人機過去嗎 你派出無人機 一四個去土星那邊 一開了全部感應器 他一開始說,時間關係不夠機,你們裝過什麼插件之後飛過去,但是拍攝攝影機也能衝過去 然後最划算是,我們回收不到資料,我們回不去,原來可以拍攝攝影機過去,我真的說,你這班人還沒有,你真的想推那三年去死 我說你那隻攝影機也算了,可以去的,你真厲害 還要去的,時間點就是,他們被人發現了,撤退,而我最記得就是那三條彈散說,由地球去到這個土星,去到這個土星,好像是,剛剛是一大距,需要60小時,但是他們突然間就去到,他們原來打了60小時,我不信啊 你明白,那隻攝影機的速度肯定打了MS的,肯定不會 我們已經知道了,大哥,現在已經出來是這樣的,MS去到60分,去到60個小時,但是部機,部戰艦好像結婚了 我固然知道,作為前輩的角色,在機械影片裡的死亡是達到九成的 超級那隻死硬了,大哥 而他們也說了角色各樣的禁句,他們根本是死硬的這件事,我都明白,但是不要讓他們死掉 他做出來是什麼呢,有那個形在,就是說,前輩,最後將他學到的東西,教了給主角 然後就去死,但是這個是有形無實,我是完全沒有感覺 我完全沒有感覺 為什麼呢,我有感覺,但是,可能有一個問題,就是 不是,始終主角,不是的,上色差不多應該快要死,因為要死,但是拖到中後期才死 他們要死的價值是什麼,只不過西蒙司令就說,你們去死吧 你這些角色就是,因為他跟主角,其實本身交主都那麼多,除了給他A片去看書 其實是沒有任何東西教過他的 很重要的,看A片,君宗生活苦悶,做什麼看A片 你不明白的,那些 我不明白,那我真的不明白 你這個A片的主角就是跟女實師一樣樣的,差不多是,那你說,是不是幾好呢 那固然,你說,西蒙司令其實,他老層的地方不止這件事 那他老層的地方第二點就是,找個,這個也是AG戰術 一隻,一隻,一個主艦衝過去,人家的機器,撞破人家的機器 不是,他有鋪過的,開頭超高速光槍,超大力的晚火,噴水噴過去 咦,不得人家有反射系統,擋著,那實彈可以,實彈死吧 實彈死,實彈死又不夠遠,又不夠光,那整艦撞過去,實體化 不是,整整艦撞過去是不要緊的,這個戰術 我都能夠接受的,我是不明白為什麼他要坐在那裡 你喜歡的,你喜歡的,你喜歡的 然後你被人救了,我整件事很不強 人家是機關算頌,我預計有人會救我 我完全不明白這件事 這樣吧,人家機關算是計算的 但是,還有另一個角色,所謂神女級的角色 公主? 三公主,三公主,二公主 不是,公主 這傢伙也是拉一絲,這傢伙拉一絲上心 最後那一團戰,我是完全不理解他為什麼要出來說 各位同胞,平手 然後那位同胞,首先就是 他之前也說明這些同胞 其實是沒有個人意志的,你怎麼說話 他也是不會聽到的 然後他說,各位同胞,收手 然後我說,你幹什麼啊? 出來做我的樣子 明白嗎? 我知道,你粉紅的頭髮 又好像拉克斯那樣的死人樣子 可以同一個話師出來,但是不要患 大哥 你理解了阿斯蘭天,阿基拉,類似的 做康衛天,真的 不是,其實我覺得他整個是多餘 因為整套東西,他幾乎是靈魅 因為他一開始,他不同的角度接觸 沒有他的氣氛,我覺得我命 但是到了後期,他也是一個路人 最後那一集出來,我就是公主 你不要說公主露人,其實阿二王子本身 人物的構成都是不好的 他這傢伙三口不合兩句 就說我要狩獵,我要狩獵,我要狩獵 哇,這傢伙簡直是神經病 剛才不是說全部角色,其實幾乎沒有什麼 他講到這傢伙很有智慧,但他的智慧究竟去了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當他發現 就說,哇,主角就是我的狩獵目標 然後他人生裡,他只剩下狩獵兩個字 這傢伙你喜歡看的,知道嗎? 他就是看狩獵,兩個男人之間 那你不明白的 當然我都不太明白的,我明白的 劇情會是這樣的 當然你說敵力裡面,有一個角色也是說的 那個皇帝真的坐在那裡 不知道做什麼的,這條彈散 還要最後,他在那個機 爆了之後,他真的有 AGE額外星人的 議長那個級數 爆了之後說,我已經找到 我們需要的種族,我告訴你,但是你的機 爆了,你去不回地球了 那你可以怎樣呢 我發現了,下一部星期開始 那是不是他有下一個機 我又不太知道劇情 這套東西做到好像有第二季 但是我看到他現在的佈局 做出來的所有事情 當然我也是這樣說 所有伏線是沒有解過 人一個式建構也不是做得好 你說這份寫得比較好的 那五位主角已經叫勉強比較好 氣憤多 其實只不過是氣憤多 應該是他們的氣憤前期多 夠,人物別識夠就可以了 但其實不多的 你說阿出和阿俊 兩兄弟 最後發現就是原來 I'm your father 這個多餘 其實真的多餘 在他們已經建構了一個互信關係之下 只不過你說我突然說你是我哥哥 但我覺得這件事很廉價 算了,不是你爸爸就輸了 他爸爸是西蒙 有一個問題 西蒙究竟是外星人還是不是外星人 其實他沒有直接告訴你這件事 西蒙是一個謎 他還未寫我等於第二季 我就是 究竟是不是 NJP 其實做甚麼我也不知道 他經常寫著這眼 我懷疑他是不是有螺旋眼 究竟 X-Man 螺旋眼啊 西蒙 而你說在故事裡面 當然其實他都淡化了一件事 我覺得他中途轉了橋 他把男女關係 你不覺得黑幕安雪出場之後 整個東西都變了嗎 西蒙 不是 安雪出場 其實安雪出場 本身是想解構 朱利亞 System 和 駕駛員之間 你那一個人已經搞定了 大哥還找一個多人來做甚麼 我不知道做甚麼 他就是特意找一個人做引子 OK的 就是謎之大陸人 這個戰隊裡面必須的 你都明白 他完全沒有說他做甚麼 開頭一兩集 講一下這個人的個性 人格分裂 戰鬥不想好 小男女報錯 他就是為了報局 因為本身 阿雪出場 有一段 有一半集的時間 人格是轉變了 之後沒有了 之後沒有了 其實他是想報局做這件事 但是 他去到中途裡面 突然之間又轉了橋 所以說不用 阿布安樹 他說人格召喚 即是可能 阿布安樹 有甚麼缺點 會怎樣令人格有問題 身體有問題 這些 要做就行了 其實多虧的 你需要一個人做引子 即是 這班小隊裡面的人 其實應該說甚麼 本身我覺得 安樹的角色 其實是安排拿來死的 即是他的角色 就是告訴你 這班 主角五個人 他們的 末路究竟是甚麼 而去創造一個所謂的絕望出來 其實我覺得 並不是說 都比小隊 是教他們人生的意義 他們是他們的人生導師 而 這個角色就是告訴你 他 當你如果 失去了你的心 任何 人類的感情的東西 你就會變成 阿布安樹 那樣的結果 但是他這裡 中途裡面 我覺得他起碼 留了兩次 他突然之間 轉了橋 所以令到 安樹的角色 最後就是 拿來擺 因為他曾經鋪過很多次 他們開機 經常是身體檢查 我懷疑 有沒有這麼誇張 所以經常是身體檢查 肯定是有些事情 而他也報了局 說了阿出 就是跟這個 阿出 完全覺醒了之後 他出現了老化症 但最後那一集 你見到他有事的嗎 人家靠憑 有努力性 之後無事就拿回橋 神經病 這套東西不是說這件事 我常常覺得 其實這件事很黑 但是他沒有做這些黑的事 不要說黑不黑 應該說這班所謂的基因改造人 其實他們就是帝國裏面的士兵 我實在說他們是複製人 他們給士兵好的地方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尚有個人意志 而這件事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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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一個機械人片,前輩要死,宿敵對決,迷之第六人,和機械人的秘密, 這些很流於表面就是我們所謂的套公式的東西落進去裡面, 當然我不是說他做的畫面處理完不出色, 但我覺得他的故事建構其實是有問題,現在。 我明白,所以我經常都質疑就是這套東西, 有些他應該要做的東西他沒有做到, 大廊他會有齊全,但機械人片我們要求他會有問題, 他劇情想報的東西,人物角色他其實不是很深刻, 又不是寫到道用,前期會有興趣看下去, 但他終於發覺越來越怪,尤其安索爾長之後, 很多東西他應該要做,但他完全沒有做過, 會質疑這件事就會是。 所以令到就是,當然你說男女關係裡面都是, 其實他都是想寫的,但他中央裡面斬了, 沒有了,中央後面都知道。 因為一開始就是本來想說阿出和王女, 以及另一個隊員叫做什麼? 我忘記了,我忘記了,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我忘記了, 想玩一個三國關係的, 其實是想玩一個三國關係的, 三國關係的, 你整天都不在,大哥,三國關係的, 不是,他想營造, 其實他也想做一條戀愛線出來, 但是戀愛線是做不起, 接著他就發覺就是做不起了, 好巧,不說, 變成友情了,後面你不見了嗎? 接著就變成親情, 知否世事上邊? 那不是家便嗎? 差不多的, 當你知道你差很遠, 就是那時候整個殘念有心靈, 就是家人來的, 他們說我們沒有父母, 沒有記憶, 但是我們是家人來的, 然後跟著告訴你, 我老爸就是我司令, 但我司令他覺得我不是, 他一向都當我工具, 但是其實我覺得王女其實是他們的媽媽來的, 好合理喔, 然後跟著就, 然後跟著就, 阿出對著他那時候就說, I am your mother, 就是, 阿媽, 戀母, 戀母, 戀母是我的通話的時候, 我覺得是, 所以這套東西, 當然, 對比他同期, 200年, 還要等200年, 就是下季會出的革命機, 他是好, 很多, 但是不代表他, 在一個正常水平之下, 他發揮得很好, 我覺得, 其實呢, 就算你說, 消息變形, 他都不是很好, 我沒有, 我沒有說這些都是好, 應該說, 很固然有個基準, 但是, 他現在的case, 最展現出來就是, 這套東西, 套公式, 套了下去, 而他裡面應該要有, 即是機械人片, 他裡面的, 所謂的核心思想,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說, 機械人片, 你就算, 正義有情努力, 你怎樣, 怎樣最後挑戰, 可以對抗到敵人, 其實我們不是好嗎, 這件事, 你做得熱血的話, 我們OK的, 其實, 男人就是靠氣勢, 靠勇氣, 發揮人數, 靠人數, 這件事, 真的就是先用的, OK的, 但是, 他一定會, 他會維護他自己的核心, 那個, 想說的主題, 他會不停的說下去, 即是, 你就算, AGE的, 硬差的, 他都叫做什麼, 成為這個救世主, 他起碼都堅持到這個目標, OK, 但是, 在這裡裡面就是, 究竟主角在這場戰爭, 以及在他對這件事裡面的定位是什麼呢, 他最後都沒有出他的答案, 他對他真正的答案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要為友情, 我要為我爸爸, 為我媽媽, 其實, 挺尷尬, 他始終都是工具拉工的人, 他都是, 他們受了命令, 接受行事問題, 但問題上, 軍方, NJP, 他們的機閣, 黑幕也好, 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也好, 外世界的行動, 其實有提, 我經常都說, 他報了很多引子出來, 當天音他們那些知道, 其實Rabby小隊那些傳媒, 都是基因改造人, 他說這個是有道德問題, 這些人其實某程度來講, 就是好像會反映, 我經常都說, 這套東西其實可以做得好的, 好像在另一個方面, 因為他一直都強烈了, 在這個火星那時候都說, 那些士兵不是人, 那些士兵, 就是說你會不會當一件工具, 如果修理不了的就是人, 這個正正就是對應, 故事裡面, 某一個情節是什麼呢, 當阿出有了這個衰老症的時候, 他已經是可能再救不回, 這件工具是不是應該棄掉, 其實他是有很多這些情節, 他是想說的, 但是他一直都沒有說, 而我們只看到的就是, 很多老殘的戰術, 最令人這個, 我幾乎已經是, 而不是裡面就是, 角色之間的, 交錯, 以及他們的衝突在裡面, 反而是可惜了, 我覺得這套東西, 比起你說革命機, 完全只不過是說, 我要承認, 我要威威的那些不同, 革命機很明顯是, 但是這套東西是, 我需要說的, 他是有全力的, 因為他真的沒有了很多東西, 而我都看得出, 他有, 腳本是有這個心, 去寫這些東西, 但是最後, 現在變成, 可能他原本真的打算做, 做年番的, 變成, 他可能已經過分兩季, 兩季當期, 我不知道中間會, 兩季當期都是26集, 就是前半期的吸引, 他真的報了局棄, 但問題是, 中間有一個帝羅出神之後, 都好像亂了, 所以比較可惜, 我覺得, 流於這套東西, 變成公式作, 機械人的公式, 跟參謀書去做的作品, 所以會比較可惜, 我覺得, 嗯, 對, 浪費了一點, 真的, 可以這麼說, 但日本的股票, 那件就難了, 唉, 那這套就, 看看他會不會有機會, 有機會就是有下期的, 如果真的有下期的, 他應該差不多說起, 因為有留隱子在這裡, 如果他下期能夠可以, 挽回, 挽回這些東西的話, 可能到時, 一連連回的看, 他可能是一套不錯的作品, 但這個都要看日後, 都真的要, 到他真的出光的時候, 我們再講, 好了, 那這套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繼續, 就,